秋风萧瑟 圆明园断壁残园 小德章正领着几个太监东找西翻 一个太监不理解 杭公公 咱们院子里不是养着蛆蛆吗 干嘛还上这破园子里来找 一只的个屁 门道就在这里 破园子 就这园子潜水多 地湿 这儿的蛆蛆最善斗了 杭家小德章话刚说完 就传了一阵高亢的蛆蛆声 循着蛆蛆叫 翻开一块石头 猛的一舞 极品蛆蛆到手 这或许是巧合 或许是导演有意安排 不久前 康有为进京压提 来圆明园 维新形势一片大好 如今小德章来圆明园捉区区 那句行话似乎也在暗示着 阴暗潮湿的破园子里 强劲的守旧势力正在暗流涌动 开始刺激反扑 果然 康有为这边正和谭思彤 庆祝四张经在军机处取得的胜利 学生林旭就慌忙扔出重磅消息 刚毅昨天晚上去了天津 找荣路 对 此前他请见太后 太后不见 听说他与荣路密谋了一夜 刚毅到天津 跟荣路究竟密谈了什么呢 原著中有交代 刚毅是真的怕了 他搞不懂太后这是怎么了 我的力捕被皇上连窝端了 我哭天求地 太后不当回事 这还不算完 四个张经大闹军机处 这可是本朝以来 前所未有害人听闻的大事 眼瞅着几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抢班夺权 太后还是不闻不问 难道他老人家真的打算 猫在颐和园里一样天年了吗 他就不怕皇上对他下手吗 荣路看得清楚 这娘们的确是想退休了 要想让他收拳 出手遏制康党 那得让他感觉到自己有危险 可皇上对太后动手 说破大天也没人相信 狡猾的荣路 不像刚毅正面硬碰 这位后党最核心的权臣 立马部署 在两头做足文章 这头要让太后清闲日子过不了 危险逼近睡不好 军政大权全收缴 那头引诱康党历令之婚夺大权 迫不及待去冒险 危惊势力就变玄 而康又为果然上套了 朝臣密捷江城 历来是朝廷大吉 看来刚毅和荣路这次要完 学生想和附争联名上个折子 揭发了他们 可康又为却不以为然 不 先打李鸿章 谭思同和林旭一脸不解 老师 你这是装的什么差 刚毅跟荣路搞事情 你找李鸿章毛病 到底几个意思 这是康又为的一步险棋 一个是军权在握的荣路 一个是徒有虚职的李鸿章 而他要先打掉李鸿章 理由呢很简单 首先是可行性的问题 荣路现在是兵权在握 又在太后面前红的发子 打掉他谈何容易 可李鸿章就不一样 他的名声已经很臭了 就只剩下一个虚职 目前他又在国外 这样一条发臭的老鲜鱼 谁会替他说话呢 谭思同当即发问 打个落水狗又有什么意思 康又为那也是迷之自信 哼 有意思吗 当然有意思 这第一点 李鸿章虽然是虚职 可他的品级高啊 你想 要是这样高品级的官 咱们都能通过皇上 想免就免 那其他的人就更不在话下呀 至于这第二点呢 就更关键了 李鸿章是太后最信任的人 打他是为了试探太后 太后不管 那说明啊 他是真心归正 或是惧怕咱维心变法的声势 不敢管 那他要是管了 这事可就难了 很显然 康又为啊 并没有想好后找 一个好的政治玩家 往往会反复推演各种可能的结果 并针对不同的结果 做出相应的预案 这样 不管出现什么结果 都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可这位广东来的书生 被之前在力部军期处 获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他呀 做出了一种极端选择 要么功败垂成 要么万劫不复 而真等慈禧 从他的安生教理惊醒 到底会是个什么后果 他不知道 他也想不到 这天一早 慈禧一觉醒来 就无端发了一通脾气 差点把宫女们全部涨杀 得亏李莲英解释一通 慈禧才知道啊 自己是到了职场更年期 患了退休综合症 李莲英陪伴多年 自然知道这娘们的本性 呀得纯粹是放拳后 自己把自己闷坏了 要姐妹还不容易 刚毅他们两口子又来了 在园子门口后着呢 不见 爱后多久 后多久 也不知李莲英收了刚毅多少钱 这地化的时机啊 恰到好处 慈禧嘴上说不见 可好奇心啊 已经被勾起来了 他们这么死习白裂地要见我 不知道到底什么事啊 而李莲英呢 总能把重要的信息 若无其事地递过来 也没什么事 说是皇上把李鸿章给撤了 慈禧啊心里一震 皇上会干这事 是谁上的折子 军机处来了两个章经 一个叫谭四同 一个叫林旭 也有的人说呀 幕后指使是康有为 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 慈禧一阵沉默 眉心紧锁 这康有为这么蹬鼻子上脸吗 刚一来就搞我的人 野心是不是推大了点 可皇上咋就准了呢 这折子上到底怎么说的 李鸿章 毋庸在总理衙门行走 亲此 李莲英总是能在无声处露杀鸡 这句话 不管是停连众阴 还是语气节奏 都拿捏的 相当到位 慈禧细品着 琢磨着 掂量着 你这个亲词亲谁的词啊 立不堂官你端了 我没说啥吧 军机处你换班了 我也忍了吧 可李鸿章那是你随便打的吗 马关条约签订 国人叫的那么凶 我都没杀他 现在人家就一个虚职 你还不放过 怎么老可着一个人祸祸呢 你六叔公王临死前 跟你咋说的呀 要你重用李鸿章 你不用就算了 还招呼都不打 就把人给我秒了 慈禧生气了 盆子里两只蛆犬 斗得死去活来 很快 刚毅的大将军就败家镇了 慈禧就好奇啊 这蛆蛆个不大 倒挺厉害啊 哪产的 有名吗 是南边广东进宫过来的 还没来得及起名呢 慈禧这人说话呀 从来不走直线 上次套路李鸿章出山 吃的菜啊 也是从广东弄过来的 显然眼下这个情势 只要聊天语境中 出现广东这个词 基本上啊 就能翻译成康有为 既然这蛆蛆没名 慈禧啊 就让光绪给他起个名 光绪呢 一脸默然 也没那么多心眼 既然是南边来的 就叫南客子吧 南客子 不好 温揍揍的 你看他多厉害啊 哪像个做客的样子啊 既是从广东来的 那就叫他康有为吧 光绪惊住了 嘴唇动了动 想说什么 又下狠劲咬住 来一和园之前呢 他已经有预感 被自己罢免的刚毅 肯定会跟慈禧面前 摇尾起怜 可慈禧给曲曲取名 康有为指赃骂怀 为刚毅撑腰 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而更让他傻眼的事 还在后头 慈禧搬出护法金刚 与康有为搏斗 康有为 这一回 你怎么成了锁头乌龟了 上 摇啊 上 你那立个劲哪去了 上啊 上啊 来 上 摇死康有为 摇死他 摇死康有为 摇死他 摇 摇死康有为 够了 够了 刚毅 你也太放肆了 光绪脸都胀红了 竭力调晕呼吸 亲爸爸 这样不好吧 您给这曲曲冠名康有为 这不是对咱大清臣子的轻贱吗 谁都没想到 光绪啊 还真有胆量 说出这样几句话 李莲英屏住呼吸 等着太后发火 可是出人意料 并没有 皇上说的好 对臣子的轻贱 就是对朝廷的轻贱 康有为不可轻贱 李鸿章就可轻贱吗 好好的 咱把李鸿章给撤了 是为了给康有为腾个地儿 我想不会 这么一个闲拆 康有为哪看得上呢 这话 他是用轻柔的口吻说的 可在刚一听来 却如鹰犬听见主人的呼哨 神经顿时亢奋起来 显然光绪没料到 免去李鸿章 慈禧有这么大反应 而他接下来的话 更是彻底点着了慈禧 伊藤博文赋闲了 来大清游历 他是日本明智维新的领袖 有经验可期 而臣想聘请他为 我大清新政的外籍顾问 慈禧目光转向光绪 眼神开始由不满 到一丝憎恨 有经验可期 天晴了雨停了 你又觉得自己行了 你六叔公王临死前告诉你 李鸿章也有经验可期 你咋不用 你把李鸿章免了 是不是要讨这个日本人的好啊 伊藤博文是什么人呢 他不光是李鸿章的对头 他更是咱们大清的死对头 他复闲了 到咱们大清来游览一番 可以 对咱们大清的正式 指手画脚 我绝不容许 对慈禧来说 聘用伊藤博文是出卖祖宗 用新人疏远旧人 是出卖祖宗大法 而祖宗之法不能碰 是变法前 俩人最早达成的约定 可随着变法铺开 老人不干事 新人上不来 这位基于富国强兵的君主 不得不偏离了最初的约定 在慈禧看来啊 光绪糊涂 尽爸爸 儿臣不糊涂 儿臣心里明白得很 儿臣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这么做了 慈禧瞪大了眼睛 像是盯着一个陌生人 看来我的清闲日子 是过不成了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你归安吧 还有谁的区区厉害 拿出来斗啊 狠劲上来了 慈禧要收拳了 很快 颐和园里 广东来的康永维 被慈禧的护法金刚 咬死的消息传开了 新旧市里 是同水火 羽翼未封的维新派 被迫提前开始了 与顽固派的决战 这点咱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还请多多关注 点赞评论转发 读到在此 谢过各位